当太阳波萨的能量在地球上挥聚重生 能源推动起社会运转的巨轮 深埋地下的煤炭石油 天然气 每天可以感受到的风 光 水 裂变的核能 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唤醒 碳排放在挑战地球的生命环境 气候正在变化 顺势而为 成势而上 以更大力度推动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能源浪潮正在到来 海拔4650米 最低气温零下35摄氏度 1360名工人在青藏高原的这片山头 渡过了2022年的春节 寒冬中 土层犹如巨型的冻豆腐 这里要打下50多万根光伏的基础桩 施工材料通过27道岸山路昼夜运输 他们正在建设百万千瓦的光伏电站 冬季原本是这片高原的现空气 但是来年的夏季就是用电高峰 柯拉光伏电站需要在2023年6月并网发电 空气不足一年 这是工程建造的中国素 也是能源革命的一个缩影 在双碳目标中 未来的中国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太阳能 风能 水电等绿色能源 将成为主体 到2060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 柯拉光伏电站建成后 将与距离50公里的两河口水电站连接 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20亿度 这里是亚龙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口 两江交汇流入长江 青藏高原水水汇城的亚龙江 总计流量超过黄河 落差高达3830米 是中国最适合开发水电的河流之一 石头上你走慢一点 你那边稍微慢点 两河口水电站 到今年年底 我们将要续到这个高层 就是这个高层 这个高层就是我们的2865米海拔 王金河指挥长在亚龙江出事 水电开发26年 他脚下的大坝是目前我国已建成最高的土石坝 295米 完全由泥土和石块填涯而成 不掺杂任何混凝土 你看这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抓起来很壮观的 对面看到的这个中间那就是我们的大坝 大坝的上游水库 按照国家审定的计划是今年要续到我们的正常蓄水位 2865米 今年以后啊 我们就是全部就正如正式的运行期了 大坝的中心是粘土 防止渗水 然后逐层填住立石 最外层是大坏石 能抵挡水流的冲击 为了实施监测大坝的运行数据 坝体里埋进了5000多套监测仪器 就是每一方填到大坝上的石料的 前世今生 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它每一天每一秒的运行的情况 它是否健康的自动监测系统都知道 大坝的建设经历了2016天 巨大的土方量换算成一立方米的土堆 足够绕地球一周 大坝底的厚度是1300米 到左右两岸的这个叫长度 是668米 总的填住方量是4300万方 这座人造大山围住亚龙江 形成了超大的库虚 两河口水电站修建时间跨度17年 这样一做超级工程 施工难度是多方面呢 这个高边坡 总高度是684米 目前是我们全世界水电的第一高边坡 边坡高就意味着我们安全风险高 这是6年前的施工场面 21名工人肩扛60多米长的锚锁 爬上边坡将它插入山体 为什么要打这个卯锁呢 就是因为卯锁卯锁 就是要把这个表面松散的不稳定的岩体 要把它卯固住 叫卯锁 巨大的库虚没有牢固的电波 一旦发生山体瓦坡和塌方 是不堪想象的 就是要把这个松散的岩体 形成一个稳固的岩体 200层楼高的边坡 几乎完全依赖人力完成 从上到下 从东岸到西岸 一共打入两万三千多根保锁 这是水电建设中 从未有过的工程量 2022年3月 毕竟17年的修建 两河口水电站六套机组 全部投产发电 我们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主 是水轮机 以及发电机中间的连接组 库区中的浆水通过入水口 下陷二百六十 推动水轮机 水轮机在下面 在这个阶子下面是水轮机 这是大轴 上面是发电机 下面这个转动 带动上面的转动 切割 撕立线 产生电流 就是这个基本原理 我们这个机组的转动啊 每一秒 166.7转 三峡电站 每秒 60转 白鹤 白鹤它 每一秒啊 转动是120转 机组转动越快 我们稳定性要求越高 来试一下 这个水轮发电机组 我们看它质量的好坏 最直观的就是它的稳定性 稳定性就看 我们硬币放上去啊 能否立得住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中国水轮机发电机制造水平进步的具体底线 超稳定的发电机组意味着超稳定的工作性能 它将极大降低检修率 延长水电站的运行寿命 回顾历史 中国的水电建设起步于1950年代 但直到最近20多年 才得到快速发展 在亚龙江最早兴建的是二滩水电站 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 二滩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 那是1998年 中国还缺少兴建大型水电站的经验 二滩水电站的建设 主要依赖外国团队 重要的机组设备也都来自进口 但正是这次艰难的水电建设 积累了宝贵经验 培养了人才队伍 可以说二滩水电站是中国水电跨越式升级的起点 川宇两地因此告别了多年的电力紧张局面 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之后 在二滩水电站的下游 三峡工程起步 而在上游 亚龙江第二座大型电站 锦平电站开工 锦平电站修建在川西的重山军陵之间 一座座大山被开挖出移工一样的隧道 在工程界 这次施工工认是水电工程天花满极的难度 锦平电站还修筑了305米高的温泥土大坝 刷新了水电建设的记录 而最令建设者自豪的是 历时十年的锦平工程 是中国水电建设者独立完成的 锦平之后两河口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相继建成 有一计划叫世界的水电在中国 中国的水电在西部 西部的水电在高原 未来亚龙江上将要建成22座电站 利用自然资源形成全流域梯极电站 是全世界水电开发的理想模式 来自源头的每一粒方水 都将22次冲击水龙机 最大限度的释放它的势力 未来中国水电装机6.8亿千万 现在我们开发了4亿千万 我们还有剩下的全部都在高海拔 而这一座电站的开发 为未来的高海拔 所有水利水电的开发 电定了积累了设计 建立施工的经验 所以这座电站是我们未来中国 水利水电2500米以下的低海拔 向2500米以上高海拔 发展的第一座里程庇工程 山路盘旋而上 两旁的林木渐渐变成高原草垫 海拔提升到4650米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光护物电站 与水电站配套建设的 卡拉光辅工程已进入维生 四个人一个小组 负责一个电区 握器的配合 行途流水电作业 来自梁山州的一族工人 即刻使节开春之后来到工地 已经挨过了高原反应最严重的时期 在用工高峰期 累计进场人员四万多人 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七千人 今天来一拨人 然后今天也要走一拨人 然后明天又来一拨人 就是人流到来 然后最后单的主要人 就没第几个人 基本上一个班族 你最起码是换了五六十个人了 再过一个多月 卡拉光辅一期工程即将竣工 电缆接通 高原上的清洁能源 将让几十万家庭受贿 解决太小了 最后一步了 这个安装完以后 我们接上线 装上这个逆电器 再把电门输送到我们 三十五千户相片 一块光辅板约2.5平方米 功率570瓦 104块组成一组 一小时大约能发60度电 一道山坡组成一个方阵 一期工程312个方阵 分布在23个山头 山头之间最远距离 接近80公里 全部三七工程减程后 卡拉光辅年发电能力 将达到61千瓦时 相当于600万人 一年的用电量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病亡了 生涯战里多部门 在联合巡检 负责监理工作的张世涛 发现了问题 高寒地区电站运行 更要格外仔细 管理部门准备测试地刀 这是防止触电事故的安全开关 在我们县地操作一下 我们的地刀 看我们的地刀 能否正确准确动作 我们现在申请开展 3号SVG3366洞地刀 县地分合实验 知道 收到 正好收到 未来投产后 车压战是无人职守智能化运行的 测试阶段要反复和中控室做联合调试 您好 解放车里刚 您好 汇报一下 限定检查 解放车 具备送电条件 好嘞 二五分这边准备 分车指数解体线 二五一开关 对解放车进行付电 解放车 二五一开关 你核达 现在我们马上安门到限定检查 收到 请立即安门检查 收到二百分 待电调试成功 二号生涯站 已具备送出条件 六十公里外 是它的下一站 五百千伏汇集站 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 五百千伏变电站 海拔一高之后 空气特别稀薄 稀薄之后 我们的电器设备的绝缘就很薄弱 如果按照同样尺寸的东西 它就要放电 绝缘距离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把这就无限加大 为了保证绝缘距离 电器设备只能放大尺寸 按八百千伏等级来设计 五百千伏的变电站 在施工最困难的冬季 大雪封山 重达六百吨的变压器 只能拆成零部件 全部解体 各种散件 大概我们当时拉了十几车 目前汇集站刚刚结束 二十四小时挂网试运行 送出条件具备 只等待一个月后 百万千瓦的克拉光伏 并往发电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百万千瓦的克拉光伏 即将并往发电 克拉光伏并往 一世热烈隆重 这标志着 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 水光货电站 正式投展 新的能源交互 它的意义 指向未来 随着低碳减排 成为全球共识 世界许多国家正积极摆脱 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加速推进传统能源 向新结能源转型 然而 新旧能源的交替 并非是有你没我 我已 四百米的低层下 采煤机在开采煤矿 直径1.8米的钢铁居 带动66个采煤刀头 以每分钟10米的速度 向前作印 一天的开采量 高达4.6万吨 从小宝当煤矿 辐射开去 一个煤矿 连着一个煤矿 它们构成了 中国最大的煤田 神府煤田 从根本上说 太阳是能量的源头 光合作用造就了生命 也带来了能量的循环 煤 石油 天然气 这些化石能源 本质上 都是古代生物的尸体 它们以化石的形式 将能量储存下来 人类对化石能源的燃烧 实际上 就是在利用当年的太阳 今天 化石能源的角色 正在改变 两个大球罐里 装着液态二氧化碳 温度零下30摄氏度 容量1000吨 球罐位于一家化工厂 二氧化碳 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 所有的煤化石能源 它需要一方氢气 它就会产生一方二氧化碳 对应的质量比的话 产生一栋氢气 会产生二十几度的二氧化碳 这是必然的 补及原本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这是科学家 在能源浪潮中探索的 一项硬核技术 CCUS 补及的位置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 这个高塔 CCUS 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 首字母缩写 碳 补及 利用 封存 它的逻辑是 既然无法避免二氧化碳的产生 那是否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埋到地下 这样就避免了碳的污染 如果可以全生命周期利用 二氧化碳 就将变费为宝 全球范围内 有五百多个CCUS项 处于不懂的开拔阶段 这是很多国家 哄筹能源安全和碳解牌的重要技术选择 这边联敏的山丘 就是油田 一座座彩油机分散在山包之间 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下 却蕴藏着富饶的石油 早在1907年 中国第一口路上游警就诞生在陕北 他以一吨多的产油量 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 一百多年过去 游警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 讲述着这段历史 经过四个小时的运输 曹车抵达彩油厂铸汽总站 检查球罐接上管线 再给每辆车放弃平衡压力 这些经过普及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 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 等待利用与风存 这是采油厂勘探大队的一个钻井现场 他们要打一口将近2000米深的探井 查看地下岩层的石油含量 钻桶深入地下1730米 已经抵达油田的储油层 提取出地面的钻桶里 是开造出的岩芯 石油就储藏在这些岩芯的孔系之间 有经验地勘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一下二氧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在修警车的帮助下将130多根管柱连接起来 贯通二氧化碳进入地下油层的通道 到时候我们警场也会铺设那个铸器管线 然后我们的警场这个管线会跟我们这个井口连接 然后那边的话是跟我们的花38站进行连接 就是气从花38站出来通过我们的管线 到我们的井口再到我们的地下 几公里外 连接北口铸器井的地下管线正在铺设 每一吨二氧化碳可以驱出0.25吨原油 等到未来的三期想完成 这点油田将每年封存二氧化碳近百万吨 可以增有25万吨 未来有一天 等CCUS可以投入成熟的商业运营 前景令人期待 科技的力量不仅减少了碳的排放 它甚至直接让煤炭变深 黑煤变白煤 这是一家化工厂 纵横交错着迷宫一样的管道和塔关 奴隶飞 黑白制变的技术主管 在这座新型的化工厂里 乌黑的煤是原材料 因为咱国家的这个就是多煤 少气少油 发展煤化锅来代替石油化锅 减少石油的消耗 在这里 煤被压成粉末 再加水变成水泥浆 流动的水煤浆燃烧效率更高 而污染排放更低 把水煤浆送进气化不燃烧 元素重新组合 变成了一样化碳和氢气 再加入催化剂把它们点燃 碳元素被分离出来 在不同的催化剂作用下 乌黑的煤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再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 结晶成固态颗粒 最终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变成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PGA PGA是材料领域很珍贵的品种 它几乎具备塑料的一切性能 却又可以完全无害地自然降解 这是它的不同细致吧 生物消融器 就是它可以开发作为 那个手术缝合线 5D 支架 这些东西主要是 做在人体上面之后 它会降解 射成二氧化的隔水 所以这是无害的 PGA的机械强度很高 可以制作机器部件 在特殊场景下使用 它还可以替代塑料 制作可降解的塑料袋 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 这个从煤变身而来的珍贵材料 正在做大规模生产的科研公关 因为这个PGA是5 国家都是世界首套的一个科研示范项目 生产条件比较苛刻 在实验室或这些都市装置里面 物极参数 在放大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这些我们都要摸索一下 中国的科学家正在煤化工里 与寻找突破 未来它或许将成为塑料的完美替身 终止白色污染对地球的伤害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新能源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但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正在发生 在江苏一批专用电缆出厂了 这是制作工艺最复杂的核电缆 使用寿命六十年 即使在极端事故中 也要保证能提供72小时的稳定运行 他们将运往山东 装入国河一号核电站 这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站 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科学家在探索比核电更高等级的核能 核聚变 人们把聚变核能称为人造太阳 理论上可控核聚变能提供无限的能源 它永不枯竭 在科学家的理想中 未来有一天地面上会升起一个个人造小太阳 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一个社区 一座城市 推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寻 无论是老一代科学家 我这一代还有下面这一代都有一个梦醒 第一个发电的巨变的这个电站 一定必须在做 广东阳江借大湾区之力出海 已经成为中国风电重要的产业基地 这里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整机场 5.5至16兆瓦的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每月最高可出厂60台 技术员们正在对11兆瓦的主机做加载测试 检测主机在并往发电时 极限负载下的运行状态 不久 它将带动长达100多米的巨大叶片 这项动态测试要持续7小时 是出厂前的最后关卡 每道工序的底线都是海上无人化运行25年的要求 海上风电 这是当前全球都试图占领的市场蓝海 中国400多家风电企业与各国同行 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分秒必争 主机场隔壁 24小时作业的叶片车间 正进入注焦前的真空宝压 最重要的一道工具 灌注前的一个准备工具 看似普通的塑料模下 风车的叶片正在慢慢成型 这是和飞机机身制造一样的精密工艺 为保证这片400平米的塑料膜袋内绝对真空密地 工人们正在用真空简漏仪 排查任何可能导致漏气的微小气孔 一旦有漏气的 它会通过一个红外线波 反射到你的耳朵里面 丝丝的声音 像那个气球放气的那个声音 还养树枝通过预先布置好的管路 注入到纤维复合层中 纤维布长短不一 错落地叠加几十层 还养树枝 正在将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的玻璃缸 七天后 这只111.5米长的叶片 将和配套的11兆瓦主机被运向大海 在首席技术官张启英眼里 海上风机更像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 一个系统越复杂 它的创新会越多 因为组合本身就是创新 这是张启英他们最新试验的新机器 双转子漂浮式海上风机小样机 它的外形很特殊 两台8.3兆瓦的风机 像一对比一双杯的鸟 在海面上张开翅膀 与传统海上风机不一样 它没有固定基座 可以飘在水面之上 我们熟知的这些风机的话 风是从迎着风门吹过来 但是这台风机的话 那么风的话是从后面吹过去 根据风向它自动地转动 顺应风向就让它具有了天然的抗台风的特性 我们和欧美之间是学习 也是竞争 跟着跑的话你会发现就没得跟了 它们没有台风 也没有抗台风的风机 风机能抗台风 风险就变成机遇 2023年7月 泰力台风登陆我国东南沿海 风速高达每秒40米 最大风力14级 中国南海 世界上最深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 正在抵抗超强台风 泰力台风过后 关篮号运行满500小时 我们从上面去看一下 秦立峰和团队们一起到实地查看 海上的气候顺序完毕 指着这个泰力台风经过 检验了咱们这个防台设计的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靠的 像温山海域这边 我们作为这个首个这个深远海 浮式风电来说 在全球都是一个正恶劣的工况 设计这个看实现这些台风 经受住墙台风考验的关篮号 安然无恙 离岸136公里 水深120米 靠锚链固定 为采油平台供电 我们既是能源伸展大户 也是用能大户 所以它怎么样把这些清洁能源 更好地用于我们开发 是一个革命性的工作 这个大风车每转动一圈 可以发出大约10度点 年均发电量可达2200万度 与它连接的这座采油平台 年均用电量3600万度 然而风力发电的不稳定 必然给发电机和电网系统 带来冲击 秦立峰他们的办法就是 组成局域电网 深度调风 当风力小的时候 天然气多出力 当风力大的时候 天然气少出力 海域灌栏号发电如果满发的话呢 发电机在一张电力网内统一运行 关栏号才能功效最大化 关栏号自己装有了雷达车风速系统 提前预判它的风速能够发出了多少电力 关栏号和各采油平台的所有发电运行 都在这里实时智能够发电机都在这里实时智能调配 智能化打载了四套系统 风机的各种参数啊 集中控制系统 精测了水纹 气象 波拉流 以及我们的运动参数 集成在一个软件平台上 关栏号的运行 为中国深远海风电商用 积累了新的数据经验 而让清洁能源能够利用的这套庞大系统 更是意外成就了一个全国文明的旅游圣地 维州岛曾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 小岛的命运因海上的火炬而发生逆袭 火炬从来都是活力与希望之光 这里是北部湾维州游点群 中国南海海上最大的油田群之一 开采石油时一定会有半生气 如果因压力急需增加 可能引发爆炸 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全球的石油生产普遍采用 宁可不利用 连天灯烧掉 这是最安全可靠的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秦立峰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 一座采油平台每天烧掉的半生气就价值几十万元 每天烧的气可以买一辆桑塔拉 两辆甚至三辆的桑塔拉就这样烧掉了 就觉得特别可惜啊 因为没有商业价值 发达国家的油气公司 也没有规模利用半生气的先例 中国人均缺油少气 而作为世界工厂 石油进口量更是连年全球第一 为了节约半生气 中国人开启了减少火炬的不自探索 因为我们这个维西南油田群呢 周边有个岛叫维州岛 油气能不能上岛 上岛之后呢 我们的停烂器就可以进处理设施 把这个停烂器就利用起来 在九十年代末 火炬一下就烧好多了 这里是北部湾油田群的维州终端处理厂 1997年秦立峰刚来建厂时 因为没有电 居民只能以打鱼为生 种些香蕉也卖不出去 两块钱可以买一蛇皮带 一到晚上是漆黑一片 没有任何的生机 北部湾油田群 通过海底管道 将原油和半生器输送到 四十公里外维州岛上的工厂处理 半海半路的开发模式 一改过去用船运输原油 半生器排空烧掉的局面 当工厂把半生器给岛上发电时 维州岛的命运从那一刻开始改变 火热的生活被点亮了 一个平台就那么一点点气 但是呢每个平台每个平台每个平台 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定的规模 我们叫转转细流 形成长河 有两一方的清燃器 每天我们现在输送的清燃器 大概有三十五万房多 一座厂点亮一座岛 如今每天载到游客有两万人 很开心为老百姓的脱贫支付 为维州岛的整个绿色发展 恭喜了我们的价值 两个斤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一个是住气球 一个是气球 今天秦立峰他们的创新 又开始了进一步升级 北部湾油田群将油气管网 扩大成其油 气 水 电 通讯为一体的五网合一 维州岛上的电力系统 正反补海上钻井平台 让新能源有了新舞台 能源科技的每一次革新 就是一次产业的升级 这是2019年正在建设中的 国家速画馆 这里称为绿色冰丝带 丝带状曲面玻璃木墙 看不到常见的条块分割 由1.2万块保时蓝色的 光伏发电玻璃拼接而成 让这座北京冬奥的新地标 同时成为绿色发电厂 2022年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中国人实现了绿色冬奥的目标 丁丝带的发电玻璃 就是从这里产出 地化格太阳能电池 发电玻璃的核心 在两块看似普通的玻璃之间 均匀地镀上三微米厚的 地化格光电材料 原本绝缘的普通玻璃 就变成了可导电的导体 地化格的优势 阴天 雨天 我们的发电效率它会更高 这种发电玻璃对光极其敏感 即便是微弱的月光 也能照单全收 工人们正在检查光复板的色差 保证颜色的一致性 未来人们在低头抬手间 能感受到发电与楼宇美化 融为一体 中国工程师们还在向第三代太阳能电池的竞争核心 发起冲击 总设计师刘建庆 专注新电池的工艺改进 这种深化加空间太阳能电池 将安装在近空和深空中 为无人机 卫星 空间站 月球车 火星探测器等航天装备提供动力 在外太空 它的光电转化效率已超过35% 而日常光伏外太空的转化率 一般不超过20% 技术员正在真空手套箱里 安装新的折单晶衬底 即便是高度捷径的封闭环境内 每安装一片折衬底 都要用吸笔吸尘 防止肉眼看不见的微小颗粒和尘埃在衬底上 哪怕是几百纳米的一个尘埃 摘单晶衬底被传送到这台装备的反应室内 晶体开始静静地生长 由气体变成固体 折单晶衬底上将生长出几十层结晶 达到6微米后 从而形成深化加空间太阳能电池外延片 晶体它会根据我们的设计 它是原子级的生长 加原子和深原子 衬底的表面形成深化加材料 它就具备了把光转生电的能力了 但是它还不能输出电 要在上面做电极 做减反射膜 再经过切割 它就变成了一颗芯片 芯片向上太空 要模拟无数次外太空高能粒子攻击的 抗浮照实验 外太空冷热冲击的可靠性的一系列实验 这些都是文献上没有的 就靠自主来通过不停的实验迭代 全球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 已经由过去的钢性芯片为主 向柔性芯片拓展 柔性芯片能将太阳能电池卷折起来 从而大大节约火箭发射器的空间 收缩的便利性 也让月球车和火星探测器 能很好的对抗月球火星上的 沙尘风暴等恶劣天气 对太阳能板的侵袭 我们的光刻机采用的 都是全部国产化的光刻机 同时到我们整个的芯片产线 包含原材料和核心设备 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三 二 一 烟火 准备 准备 2023年10月26日 神舟17号三米航天员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这个太阳翼作为空间站的翅膀 就是由深化加太阳能柔性电池组成 它像一座太空发电站 为空间站提供充足的能量 神舟17号可以打开出舱方门 转机 2023年12月21日 神舟17号航天员程组第一次出舱 执行天河核心舱太阳翼修复事业任务 空间碎片是一增多 太阳翼曾多次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 造成轻微损伤 航天员汤红波在登上机械壁后 移到天河号核心舱太阳翼的作业点备 进行巡检和修复 好的 7点5小时 深化加太阳能柔性电池组成的太阳翼 成功修复 出舱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出舱意义非同寻常 挑战巨大 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载轨维修活动 此时此刻 森林其境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尽 实现双碳目标 火中之火的太阳能被寄予厚望 然而光伏并不是太阳能的唯一打开方式 北纬40度的河溪走廊 常年被太阳关照 平均每天有9个小时 能享受充足的阳光 这是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追光逐日 国内在建功率最大的光热加电站 正在施工 眼前这个五边形的超级大镜子 叫定日镜 它将太阳光反射到吸热塔上 通过塔内熔岩储存热量 产生高温高压蒸气 推动气轮机发电 把光留住 转为电能 孙登科和同事 正在进行一场测试 步骤完完全 能像向日葵一样追太阳 这面定日镜完成了第一步测试 难度升起 孙登科他们 要让多面镜子一起联动 聚光上塔 这面定日镜 指令发出去没有 一发送的 现在正在动作 通俗来讲就是 我让它指哪打哪 每面镜子里都内置软件系统 既能独立追光 又能编组发电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 一年四季在空中的位置不断变化 不同位置的定日镜 也要时时移动 调整角度 吸收最多的阳光 每面镜子都要追得住 还要把光斑准确打到面积并不大的吸热塔上 定日镜直径9米 光斑打到吸热塔上直径至少3米 越远的这个镜子 你如果不对它的这个面形进行这个约束的话 它这个光斑就会大于我们这个吸热器 要想光斑精准地反射到吸热塔上 第一步就是调整面形 定日镜看似平面 实则是个凹面镜 凹面的角度决定着光斑的大小与质量 以吸热塔为原心 由内到外 凹面镜角度越来越大 每一环的面形都不一样 现在是第8种第三面 总共是5种 工装台上 130个螺刷安装点位 被调整为不准高度 形成曲面 调整好角度的工装台 就是一个巨大的无趣 定型出玻璃完美的聚光弧度 修装成功 14组参数标准 会给每面镜子进行大数据画像 形成独有的DNA 这是定日镜大脑被写入软件的过程 这台定日镜最后安装到现场的时候 它这个控制器就会调用它这台定日镜本身的这些特程子 这样之后我们就做到了对于单台定日镜的一些精确的一些控制 出场前 定日镜还要在这间小黑屋里 经历一次特殊的体检 漆光投影覆盖定日镜所有点面 定日镜内近2万个DNA点位被激活 相机同步抓拍 后台大数据云图实时验证 显示误差 看似几个设备的简单配合 背后有一整套严密的算法体系 过去这种检验设备只能进口 并且价格昂贵 即便是一个小模块的更换 也要价值过亿 上一个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团队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 中国和欧洲的这个时间做期又不同 所以来来回回啊 超费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久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那完全就不可能这个问题了 光学加大数据分析 这层是国家大科学装置天眼的验证方式 被孙登科他们用在了定日镜检测上 15分钟完成体检的同时 系统也生成了一面数字鸾声定日镜 这是超级镜子在云端被唤醒的时刻 一个定日镜的外围正在安装光伏板 这是国内第一批再建的光热加光伏电站 光热自带储热能力可以调风 光伏能降整体成本 建成后 这个电站每年会发出17亿度绿电 这相当于5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然而想要用上这些绿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前期的这个玄纸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大量的工作 这个你看玄纸也是沿着我们这个山的这个山口 才把它低一点 宋荣武的任务是逐级架设高压电塔 把光热电站发出的绿电安全送出 最终并入电网 公路斗阵差不多是500米米在边上 我公路里面是800米好像是 脚下的位置距离西热塔800米 这是宋荣武选定绿电出站的第一落点 然而宋电是个系统工程 就是这800米要走通得跨好几道坛 把该那个啥遇到的这种协调的问题都遇到了应该 跨铁路 跨高速 天然气 还有别人家的这个风电桶类似的行为 对外的事实际上还是 还是协调铁路还是 性满比较多 一座座高压电塔跨越山野 把一束光演化成一度电 送入千家万物 未来两年 中国光热的市场规模将有望增加到2356亿元 科技的力量正在激发风光水的最大潜能 释放能量突破期限 而对于另一种清洁能源 科学家们正运用智慧对它强大的能量进行控制和应用 核电 发电量世界排名第二的清洁能源 聚变与裂变 核产生能量的两种方式 当前 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控核聚变 但已对裂变了如指掌 全球400多座核电站都在利用核裂电释放热能 国核一号 我国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设计施工难度 正在挑战全球核电极限 这个手对国家关注 世界关注 郑林光 国核一号总设计师 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的关键点 他都要现场验证 完善参数 这个迪雷号以后 我再升级一盘技术规格输 这个型号就定型了 各就各位 做好准备 今天 国核一号要完成最后一个核心大部件的吊装 还起高点 核岛安全峭的冷却水箱 它是核电站的安全保障 绕着了 保证不斗 勾折起飞 三百四十三度 这是目前全球体积最大最重的冷却水箱 核安全 主要就是反应最安全 反应最安全 主要是暖料安全 只要暖料不烧毁 风能性不出来 环境就安全了 把冷却水箱像冒的一样 带在安全峭的一部 这是国核一号最明显的外国特征之一 也是三代核电非能动的标志 非能动呢 就利用自然力 靠地球的能力 把反应地的余烈倒出来 能动核电呢 就靠人为这个水棒打水 把反应地的余烈倒出来 水箱的位置增高 但施工难度也最大 一 二 三 二 好了 反复校正数据 年轻不止为建造的安全 更是为核电产业的安全 今天 上海质量协会的考察小组 来查看国核一号的建造进入 这个核岛95%的核心部件 产自中国企业 质量标准由中国制定 蒸汽发生器这个断节制造难度 都世界顶尖难度 这就是不积中气 这就是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能力 蒸汽发生器被叫做核电之废 它空重813吨 高超过23吨 每小时产生4000多吨蒸汽 推动七轮机发电 目前 这个蒸汽发生器的功率全球最大 核岛里近30件设备模块超过100吨 最大的1400多吨 主动爆破阀的规格功率也是全球之最 数据不断刷新极限的背后 是郑宁光和团队一直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要拥有自助自治产权 因为没有自助自治产权 我是叫不了账的 当我们要自助发展的时候 就是要可以进行电视速度 转发电视频的五官方 需要用力精神的流氓 低調降低这一样 就是用力的自治者 就是用力的确认 在一台转转超过 tir 从来被车转十一处 在ット炸汽,高超过一万 冠转门行摩托车,不再账车转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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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每年煤炭总产量的14%来自这里 早上八点 二号煤矿的工人开始入井 一年前,王高伟他们就开始乘坐新能源车下井了 沿着地面下的焊道行驶十几公里 才能到达煤炭开采的工作面 这个巨无霸是国内最大的采煤机滚筒 66个采煤刀头犹如坚硬的锯齿钢牙 王高伟他们要在机器运转前仔细检查所有的刀头 聚保万无一失 地面已具备远程一键启动条件 全体加速好啊,请确认 事会解决完毕 来开议去确认,可以开议 工作目进入自动化转开 请工作人员注意 事本全线启动 耻轮转动 一秒钟就是一吨煤的开采 这是一座5G支撑的高度智能化光景 地下400米,钢铁巨龙不断向前绝迹 地上的中控势力 张宝鹏在远程操控这台采煤机 这套系统,他已经熟练操作一年 这是中国第一个长450米的智能化采煤装备 采煤机沿着煤层横向切割 刀头向前转动一米 像大脚板一样的支架就跟进一米 支起顶板防止坍塌 运输机同步传送打碎的煤块 智能化采煤 人与机器充分配合 这是过去传统煤矿从未有过的安全与高效 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撑补和财力撑补 也可以提高工作面生产效率 它对解决两到三米中后煤层产能释放 有着一个可以说是化时代的意义 两到六 两到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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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内部液压油缸的伸缩交替运动 起到支护作用的同时向前拖动绝境 强大的能源装备正在成为中国打通能源大通道的力气 如今全国累积有超过2500个彩绝工作面已经完成了智能化升级 大型煤炭企业绝禁机械化程度超过79% 他们共同架构建起了一个个地下钢铁钢铁长城 经过三年的锦下使用 这套装备被送回地面进行进一步的智能化升级 这套设备之所以叫做护盾式绝境机器人系统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些钝体 相当于人是在这个护盾里面 钝体里面进行作业 所有的操作都是在钝体里面 所以是非常安全 以前都得是人工 然后拿着网把它举上去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它通过这条机构 然后把它一直运到前面 把它运到位置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这些智能化的钻壁 然后对顶板进行支付 高科技的智能化作业 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在张鸿伟他们这个煤矿 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小宝荡有个奇特的现象 小宝荡的研究生一线是最多的 我们把研究生调到科室 最短的三天打报告 死活不愿意在地面待 给多少钱反正我就不干 我就要到一线去 这台绝境机升级后 智能操控将更完善 操控工人会从之前的18人 减少到8人 从早期的高强度人力劳动 到机械化自动化 再到现在的智能化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 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我对煤矿特别是对这个绝境装备是感触最深的 因为我是没三代嘛 我姥爷被的是干绝境的 到我父亲被的也是干了一辈子绝境 我姥爷是吸肺 我父亲因为干绝境 也是没肺 这套装备 这个除尘效果特别好 它有足够的空间 来完善它的除尘系统 它的绝境速度不一定是最快的 但这套装备的安全性呢 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最好的 我爸没有看到 你要让我爸看到这套装备 他能在这跟你说上几天几夜 中国装备制造的赶超速度正在加快 露天煤矿的装备也在同步升级 这辆国产矿用自卸卡车 高7.2米 紧车轮就有两人高 像一幢移动的高楼 一车载重230吨 相当于重载列车四节车皮的装载量 无人驾驶技术 更是让繁忙的车队井然有序 无人驾驶管控平台 工作人员像玩游戏一样 一个人就能指挥十辆车 轻松驾驶 一天下来 几十列煤炭专列 就以装车运往全国 无人择安 它正常的时候就是 它在下面自己在运行 只有有故障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远程的接管 现在就是属于远程接管状态 一个人就可能 同时接管四台车回来 我们这个卡车 就是有三十一台 都实现了无人驾驶的限购改造 我们这个车全是国产的 技术是最成熟的 变运起来是 它的这故障率是最低的 智能化能源装备的升级 不断提高产业效率 2023年 中国有约五万亿千瓦时的电量 来自煤炭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五十八 从十八世纪开始 煤炭就是人类满足生产生活 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 它被誉为黑色的金子 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 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 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高新装电厂 孙立雄 四年车防备网 现在下令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十六点 总时并网 复令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十六点 总时并网 好 谢谢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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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通关掉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选顺的操作 大热器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高新装电厂二号機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 奋在各自身装电厂二号机 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 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 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 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 推动气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 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气 就能提升发电功率 让煤炭高效发电就是超超临界技术 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 尤其是对锅炉,气逻辑,包括蒸气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 全部是特酒药以上的特种材质 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摸索 各种这种复杂过阔的这种考验啊 高丽效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 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一百万度 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超过一百多台一千兆瓦超超连接机组投产 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 固定煤号大概是在300到330左右 咱们这个项目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 现在这固定煤号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多电这么一个标准 煤号下降小小的时刻 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 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 看似微小的时刻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 196米高的建冷塔 这是与超超连接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 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数换 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 就是全部用的是恒沙区的城市沟水 就是沟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 投入废水产生完以后 我们用这个低温闪震技术 把这个最多的废水 我们再闪着碗 再打坐原水 再求完试用 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场的一个水平衡 也达到全场的废水零排放 其实我们沿岛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 是很干净的起 就是沉啊 流啊 销啊 一些全部脱掉了 这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泽气 检查这炒 可以翻炒了 我没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特高压大规模商业运营的国家 中国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出领跑世界的特高压技术 是由特殊的能源格局决定的 在中国资源的分布和能源的需求是错位的 很多发电的地方不用电 用电的地方不发电 要解决这个矛盾 就要架设起电力输送的高速通道 实现超远距离 超大容量和超低损耗的传输 变压器 高压线路的心脏 正是它通过电压等级调节实现电力高效稳定的输送 这是中国能源装备最有底气的名片之一 变压器生产基地 一台台特高压线路的心脏在这里跳动 工人们正在赶制两台变压器 这是出口马来西亚的订单 张俊师傅 变压器行业省级技能大师 特高压变压器对手工制作技术要求极为苛刻 讲究师傅的技艺传承 一台变压器在内部结构布线等方面 不同企业 不同型号都会有独特的设计 流程复杂 精度要求高 很多工序属于行业机密 需要手把手传授 这个连线屏蔽把它包起来 包一个半来回到两个来回 把我们该圆整掉的尖角都要圆整掉 做屏蔽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要在圆线上面 要搭到两边圆线 让它和圆线接触 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电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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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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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台电压器组装完成后 都需要在这里接受最严苛的测试 确保日后能应对各种极端工况的考验 我们需要做一些便笔 绝缘电阻 介绳 然后电容量 这些测量是都需要的 然后后面就才会上到一些高低音的实验 包括我们的雷电冲击 操作冲击 短式感应耐压 还有长式感应耐压 这些事 马来西亚定制的两台变压器 顺利通过测试 准备发火 发运组的负责人陈卫明 在企业工作了四十年 他见证了国产变压器的成长立场 我们这两台发到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出口的 从我在这个企业来说 我感觉我们的定国量越多越好 现在都是跟国际机会向海外延伸 出口的活越多 国外的市场的占约率越高 对我们企业发展不就更好吗 这是中国最大的800吨变压器专用码头 很多自主研发的巨型变压器 就是通过这里运往新加坡 印度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我在这个中国制造一个 特高压力设备企业里面工作 我也感到最好 原先的企业的规模 然后琢磨琢磨地提升 根据国家的发展 然后我们企业到目前为止 到什么位置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第一梯队 就国家的这个变电设备的 制造的第一梯队 而且还是领头梯队 中国南海海上方电安装平台 在深海中作业 新能源装备施展技能的空间 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 这也意味着 中国能源装备的产业链 正逐渐走向成熟 这是安装海上大风车的专业海空船 船体长143米 宽43米 重达1万吨 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 这个庞然大物 必须做到纹丝不动 才能保证安装作业的顺利完成 隐藏在钢筋铁甲中的液压系统 是定海神针的秘密武器 平台中的四根庄腿起到支撑作用 通过液压油缸的伸缩和锁定装置 庄腿可以插入海底 并把平台升起至海面上 保证平台像地面一样稳定 液压系统的性能优劣 对平台的安全使用至关重要 几千公里外 液压装备的生产车间里 工人正在赶持新订单 这一批液压油缸 专门为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定制 交货日期已经临近 每一道工序 负责生产工艺的渠龙他们 要求必须精准 正对我们油缸制造上面的最大的两个关键零件 就是钢筒跟活车杆 影响钢筒的整体性能 就是最后的直线度 圆度 粗糙度 我们油缸的进度空在四级 一丝就代表0.01毫米 液压油缸可以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 这样一支液压油缸可以产生800吨的推力 在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底部 一共有32支同样的油缸在同步运行 它们至少可以产生25000吨的推力 保证平台的稳定 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作业 液压油缸还要具备高度的避风性和防腐蚀性 它除了要耐受海水腐蚀 还得考虑防生物负责 会对活载杆表层造成其大的影响 然后在浪件区的话 因为是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 那金属的腐蚀速率也会更高 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特定的喷涂方案 那这个 这个是放了多长时间 这个已经放了接近500个小时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烟雾腐蚀的试验箱 用于专门针对活载杆各种涂层 做腐蚀验证 像海洋工况 它在浪件区 是水下 还有甲板区域 我们针对不同的使用场合 会配置专门的 扶载杆防护方案 通过适量的腐蚀结果 来给我们做掺照 设计掺照 专门应对海洋环境研发的 核金材料 加上高科技的喷涂工艺 大大提高了油缸表面的耐用度和抗护实性 这项世界一流的表面处理技术 使液压油缸的使用寿命延长到了20年 液压油缸组装完成 产品使用方和验船师王明涛来到现场 海上设施 要应对复杂的海洋环境 无论安装和维修都更加困难 因此下海前的检测也更加严格 油膜的形成一定要有油膜 如果说它的油膜很均匀 要有一定油膜 但是油膜又不能太厚 证明它迷宫件跟方面装配质量是过关的 下部就进行那些流测试 那些流测口安装好了吗 技术标准要求是取样一分钟 4.2毫升是允许有一定量的内泄漏 它的精度做得比较好 实际上没有发生内泄漏 零泄漏 对就证明国内的这种加工水平 就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景欲亮是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建造总监 从2016年第一代海上风电安装平台诞生至今 已经演进到了第四代 景欲亮亲历了这个高速迭代的时期 我们自有的现在有7台 在工电安装企业里面应该是第一位 全球第一的 作业水深比较深 基本上是属于深远海 就有这个能力的 然后基本上60米左右能够去作业了 另外就是起掉高度 就是我的平台台升起来之后 然后加上我掉机高度 我从水面上来 我能掉到上面170米的高度 不仅是安装平台 液压系统的应用几乎涵盖了所有工程机械领域 上世纪50年代 液压行业几乎在一片空白中起步 70多年过去 中国液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名片 整个全球液压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说我们已经在世界的这个前列 无论从我们的规模 然后我们的研发 还有我们的这个覆盖导的客户的群体 应该来说我们是全球的液压供应链里面 是处在一个取足轻重的地位 从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 再到新能源建设的迅速崛起 与之匹配的能源装备始终一路同行 谁的能源装备强 谁就可能领跑这个能源世界 使入港口的是煤炭专列 105节车厢 每节装载煤炭80吨 业内称为万吨打猎 这台车是从内蒙过来的 这个煤是咱们国家内蒙的煤 105节长口车厢进港 首先进入的是翻车机房 火车从这个车站沿着铁路线进来之后 由我们的定位车 对它进行一个拨车 拨车之后 每四节拨到这个翻车机里边 进行一个165度的旋转 将这个煤炭卸到这个二层漏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近临渤海的曹飞电港 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煤炭转运码头 煤炭产地主要集中在三溪 山溪 陕西 蒙溪 而煤炭的消耗地 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八大地区 于是北煤南运 曹飞电港 正是这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的中间枢拟 保障国家能源运输的情况下 我们是24小时不停 风雨无阻 北煤南运三条砖线中的两条 大秦线 蒙济线 陆路终点都在曹飞电港 港口满负荷运砖 可以同时堆存850万吨煤炭 从我们这儿下海 经过船运到南方上水之后 运到发电厂进行发电 来自宁波的复兴号又靠岸 彤星波船长在这条南北航道上工作了38年 海运的最大优势是高性加密 装载量大 运输成本低 复兴号6万吨煤 相当于7辆万吨大链的载货量 五个货舱已经装满三个 在迎风宝宫的高峰期 彤星波的复兴号 八天就要南北防满一次 只有装好了就出发 昼夜24小时 一年365天 一条永不中断的能源通道 煤炭仍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稳定器 但未来要减轻煤炭的压力 发展新型电力系统的压仓石是储能 内蒙古草原总是风光无限 风机叶片已经运到车厂 高一百米的塔桶也全部吊装完成 项目经理冯超和整个施工队都在等待主机的到来 主机是大风车电力输出的核心 连接着塔桶和叶片 还没 塔桶这次已经到了74台 现在最后一台了 我们派行派院了一样 哎呀最后一台终于到了 明天早上尽量早点的卸到现场 三年前 通辽市火风光处致炎一体化示范项目开工建设 冯超回到家乡 成为项目施工阶段的总负责人 项目将要建设风电一百七十万千瓦 光伏三十万千瓦 储能三十二万千瓦 再过二十天 整个电站的电力就要并入国家电网 将军明天上午吧 我们十点到十点半左右 将军进行最后一台主机的雕桩 第二天上午 主机运到现场 做起钓钱的准备工作 这风速下得正好 如果超八米上往 我们就跟它调装了 在底部装上一百二十根对接塔图的连接键 准备起钓 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起钓 一切顺利 四十多分钟 主机升到塔底 八月底下 八月底的草原 马上进入风机 距离并往倒计时还有十六天 留给风机安装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了 风厂里安装好的风机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工人们登上一座座塔桶 检查线路 测试系统 风速终于降到每秒六 开始组装叶伦 主吊起重机和手动操控的风绳相互配合 每支叶片有七十二个领接接 三支叶片装入轮 组成叶轮 216个螺栓 需要紧固八个多小时 二十三个颜新美丽 三支叶片装入转 三支叶片装入转 方式叶片装进入 最后的转型 三支叶片装入转 五支叶片装入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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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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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感恩 感谢观看 我们还 感谢观看 这样一体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海南 今天 感谢观看 感恩 全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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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